75岁的杨老汉,家住辽宁盘锦市,从小被无神论灌输,什么也不信的他,在多年疾病的折磨下,当生命走到了尽头时,却峰回路转。 话还得从头说起,30年前,他得了肾结石,后来做了切除手术,术后又相继得了骨骨头坏死,前列腺增生,鼻炎等多种疾病,到处求医问药,花了十多万元治疗,没见好转。 随着年龄的增大,有些病症不但没有减轻,反而越来越重。1997年得了胃癌,1998年初做了胃切除手术。 2003年年末医院检查,大夫说,癌细胞已扩散,养老汉只好回家靠药物维持,缓解疼痛。 很快病情开始恶化,经常变血,吐血。 胃部左侧有一个疙瘩,不能用手碰,一碰就疼痛难忍,每天只能喝点米汤或吃一点稀饭度日,身体日渐消瘦。 亲人们眼见着老汉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,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 到了年三十的这一天,老汉的三女儿给老汉拿来了一张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图片,让他看,并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。 以往老汉不相信法轮功,还时不时提点反对意见。 可这次老汉不但没有一丝反感,还心里挺高兴,他就按照女儿说的心里默念起,法轮大法好。 还支撑着身体,恭恭敬敬地把法轮大法好的图片贴在床头墙上。 当天晚上,奇迹就出现了。 老汉似睡非睡时,觉得好像有人到了跟前,一下子把肚子给开开了,把里面不好的东西给拿走了。 老汉醒来后,感到肚子特别轻松,从未有过的舒服,再用手去按肚子,怎么按也不痛了,摸摸肚子里的硬东西也没有了,当时就想吃东西了。 随后,老汉病情日渐好转,不到十天功夫,就能煮拐棍下楼理发和洗澡了。 在这期间,老汉阅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,还学会了练功。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连几十年身体上的老毛病,大腿跟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现在老汉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,把几十年用的药全停了。 他说,药,治不好他的病,大法给了他新生。 王老汉的故事 王老汉的妻子,在1998年,阴腿疼,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 1999年,起20法轮功被迫害以后,面对高额罚款、坐牢等压力,本来就富有外债的王老汉,无法承受重负,就逼着妻子放弃了修炼。 2002年,老汉妻子腿疼病,发作得厉害。 笔直的两腿成了典型的螺圈腿,还瘫痪在床上。 吃药,针灸无济于事,老汉借钱去医院,医生诊断膝关节病情严重,必须马上住院治疗,否则有节肢的危险。 这下可把王老汉吓蒙了,手无分文,求借无门,面对高昂的医疗费,束手无策。 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老汉对妻子说,你再练法轮功吧,看能不能练好。 老汉妻子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,将近一年的时间,腿不疼了,螺圈腿也奇迹般的直了,重新又站起来了,身体完全康复了。 法轮大法的神奇使王老汉一家人幸福。 从此,老汉自己、儿媳、女儿和一些朋友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